我是恩石 请听我的转角尖丁的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为何罗执事那几个星期都没分 你不知道吗 他案件判了, 罪名成立 他信了主很多年 我还常听他上台说见正感谢主 他好像很虔诚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上事成 基督徒有没有看 信仰危机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常常传福音时, 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微信者会问一句 为何神这样对我? 如果他是这样爱爱的神 他就不会令我那么痛苦 其实苦难从来都没得解释 就算我解释给你听, 你真的会释怀吗? 但往往面对苦难时, 人们总会问 神啊, 你在哪里? 听不到答案一会, 就过不了这一关 过不了这一关而离开信仰的人 实在多不升数 到底苦难是否信仰的伴格式呢? 今天继续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 将天皇牧师去拆解这个问题 张牧师又想问一下 其实苦难真的是生命的常数 为何基督徒面对苦难时 就叫苦连天, 觉得神对他不好呢? 基督徒叫苦连天的原因是 因为他可能期望 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不会遇到苦难 或者说 不会遇到某一种的苦难 就是自己经历不了的苦难 不过我觉得首先 要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苦难? 因为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当然我那次是半港消息 我真的很苦 原因就是有一晚 我觉得有一点饿饿的 晚上想找一些宵夜吃 当我找宵夜吃的时候 我找不到家里有牛肉肝 我真的这么苦 这个是我很大的苦难 为什么没有牛肉肝吃呢? 这个例子当然是纯粹笑话 但我想表达一件事 有些时候 我们说那种苦难 是我们纯粹很主观 说是一种苦难 甚至乎我们把定义定得很低 其实苦难是有一些简单的定义 苦难是一种 即是发生在身体 心灵情绪 或者环境的一种困苦 和灾难 一般是叫苦难 而苦难往往很多时候 特别是基督徒所遇到 是一种被动的一种忍受 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有些苦难 可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经常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自己搞得很累 然后跟着病 病了病得很重 我们说 神为什么你给这个苦难 神会说 为什么你自己不爱惜你的身体呢 所以往往 如果我们定义为苦难的时候 多数都是被动的 被动的忍受 好像一种重压 令到一个人感受到很万分的痛苦 喘不过气 甚至喪胆灰心失望 这是我们所说的苦难 而耶稣自己走向十字架 他也是一种接受苦难 只不过他自己 和常人很不同的 他自己去接受一个苦难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基督徒会叫苦连天呢 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 基督徒不期望会有这些苦难出现 这可能跟我们有些错误观念 觉得基督徒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保护 有神的带领 为什么会遇到这些苦难呢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以为基督徒的人生就应该很顺利的 又或者有神呢 就算有少许的苦难呢 都很快会度过的 接着又用圣经的根据 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试探 是不会过于人所能受的 我很怀疑这些人有没有看过圣经 因为圣经整本都是苦难的一些的描述 接着又怎样去到夸过 你没可能会预期 你做基督徒没有苦难的吧 其实基督徒本身 去做基督徒的时候 在这个世上生活 基本上就一定会遇到一些的苦难 正如我都多次引用 就是约翰福音讲到 耶稣都提醒我们 说世界会恨我们 当世界恨我们的时候 就会变相容易 制造到一些苦难出来给我们 就是可能更 你不要以为一帆封信 你信了之后 你遇到的苦难是不会少 或者是会多一些 是的 其实回到我一开始开场白 很多人都问 面对苦难一会儿 我都想找到一个来源 或者想你解答给我听到 这个苦难是怎么来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一般在理解上 苦难可以有四个不同的来源 或者我们叫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罪而引致的苦难 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 很容易明白 恩着犯罪的缘故 会带来一些的苦难 甚至会恩着一个人的犯罪 不单止带来自己的苦难 可能带来其他人的苦难 所谓的被罪者的情况 好了 第二个原因或者来源 就是因为神的管教 而带来苦难 即是因为我们可能得罪神 或者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要有些成长学习的地方 所以神就管教我们 我们在圣经也见到这些情况 第三个呢 刚才我药了也提过 就是一种所谓叫救熟的苦难 这个就是单单发生在基督的身上 他恩着要救熟我们的缘故 他就进入一个苦难的当中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经的例子 若白就是一种奥秘的苦难 大家要明白 我们看若白的时候 就很清楚 是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对话 然后呢 就出现了若白的苦难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了圣经的记载 对于若白来说呢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他都不知道苦难的来源是什么 虽然他那三位朋友 不断地跟他说 甚至乎想说服他说 苦难是来自 因为来自罪 一定是得罪神 所以才有苦难 但是 去到若白最后的时候 神都没有告诉若白听 苦难的来源是什么 其实不需要素缘 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个原因 当然我刚才提过是有某些原因 但是 不是单一一个原因 不是说因为罪就有苦难 或者神的管轄就有苦难 而是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是真的没有原因 或者是一种奥秘来的 苦难的来源是一种奥秘来的 那其实面对苦难的时候 神总会埋怨一两句 我都觉得是很平常 我没有说是对还是错 见到很多例子 那些先知都罵到成屍 那到底我去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埋怨神 我会不会受罚的 我们在圣经里见到很多 圣经里记载 对神的埋怨 包括了 例如哈巴谷书 他见到社会发生的苦难的时候 那个苦难当然作为先知 他都有经历的 因为他在社会上面生活 他都在埋怨神 甚至乎 他在怀疑神 为什么不理呢 那我就不会说 他会受罚的 但是我反而会说 他会损失了一些东西 损失了一些作为基督徒 或者作为一个有神 在生命当中的人应该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我们信神的人 在神里面会有安稳 会有稳妥 特别说会有神的同在 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基督徒应该有的 但是当我们去埋怨神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部分记载 甚至乎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 就是当他埋怨神的时候 其实好像没有我刚才所说的 平安、稳妥、喜乐、神的同在等等 好像觉得神不在 那样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神的同在 是我们今生今世 此时此刻就经历到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埋怨神的时候 好像他是经历不到这件事 所以我说这种是一种损失 我就不会说是一种懲罰 但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损失 所以想问一个切实一点的问题 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靠主走过 特别是现在这个世代 都真是越来越苦 和越来越难 很难过 坦白说 可以怎样靠主去帮我们 去到或者重拾我们刚才所说 损失了一些平安、喜乐、神的同在 这里我就想用回圣经的原则 或者用回哈巴谷先知的经历 因为哈巴谷先知 去到最后第三章尾的时候 正正就是反映到 他本来从一个很憂鬱 对神很多埋怨 但是后来他说到 他可以靠神起落 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而在一个转变的里面 那个转叠点是在于第二章那里 他说我在望楼上面 我要等候神 那个去等候神 代表着我愿意继续去仰望神 去等候神的答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叠点 这是我们面对困局 一些苦难的时候 要有的一种态度 就是仲然我现在不太明白 是发生什么事 但我仍然要仰望神 和等候神 这是一个转叠点 所以因此转到第三章的时候 第三章 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就是他透过过去的经验 无论是自己的 或者是其他人的经验 去看见神的作为 而引致到他相信神的掌管 和神有恩典 因为那些恩典是已经经历了的 和神的作为是经历了的 那带出了一件事 就是既然神是过往 这样来到 被我经历了他的恩典 带领我这样度过一些困难难题 那未来的难题 我仍然相信神是会带领的 对于我来说 有一个很真实的方法 就是透过我自己的经验 神的作为 来看看未来神会怎样做 你以往经历过 你都相信未来 人都会有更加丰盛的经历 帮你渡过这个难题 那你一点明白了 但是也想问回 到底苦难 试探 试炼 有没有什么分别的呢 《圣经》都提到各样的苦 想问一下中间 有没有什么微细的不同 我自己个人觉得 试探和试炼 是很难去分别画一条线 当然坊间有很多的说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试探就是试炼 如果译做英文的时候 都是temptation这个字 那有人就说了 如果来自撒旦的就是试探 来自神的就是试炼 又有人这样说 那件事件的出现 想你跌倒的就是试探 想你成长的就是试炼 这些都是坊间的定义 很复杂 但是你会发现实际有些事 可能是目的 动机是想你成长 但是结果 那个人是跌倒的 很多 在身边有很多的例子 那你究竟这个是试探 还是试炼呢 为什么由一个试炼 就变成试探呢 所以呢 我就反而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界定到 究竟是试探 还是一个试炼 但是呢 是在我们人生里面 一个的经历 一个体会 那这个视乎 我们是面对这种的 无论是试探好 试炼好 一个处境的时候 而我们的对应 我们的处理方式 或者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如何来靠着主 或者不靠着主 去经过的时候呢 是会出现了不同的后果 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 就是 我如果用回 刚才我所说的定义 就是从后果去看回 这个变成是一个试探 但是我都不喜欢 用这个方式的 所以我很少 特别去分试探 还是试炼 其实我捱过一关 我会不会好像 若白那样有奖品 当然 我相信如果我问你 我都不想因为遇到 这么大的苦难 而博这些这样的奖品 那你就给了一些碟头 你知道 若白去失去的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看若白记的时候 若白记其实 其实他一开始 当他的家人 在他的生命遇到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 他立刻有个体会 在若白记一章二十一节 他就说了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然后他就说耶和华金明 是应当清重的 若白有一个很清晰的体会 就是他知道 他自身所拥有的东西 都不是属于他的 是神给的 所以神去收回 也是应该的 这个认知 我觉得很重要的 很多基督徒 他可能是有这个概念 但是当他拥有的东西 愈愈多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当拥有的东西 愈愈多的时候 就会发现 慢慢慢慢 会去没有那么意识到 原来这些是神给我们的 而是可能 因为我的经验 因为我的力量 因为我的努力 所以我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体会 很重要就是 原来我们是一无所有 有的 就算我们有体力 可以赚取到金钱 赚取到这些东西 都是神给的 好了 然后去到若白基尾的时候 若白有另一个体会 就是我以前 只不过蜂蜜又来 但是现在 親眼见到你 所以若白完全 他没有将焦点 放在他的物质 或者他的疑慮身上 他整个焦点 就放在他 在对神的体会上面 所以我反而 就变成了 在那个苦难的事情上面 就不要将焦点 究竟神会不会 補偿回给我 究竟神是不是 相配的还回给我 而是 究竟我在这个苦难里面 我对神有什么的体会 在信仰上 有什么新的认识 和了解 就是若白基其中一句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从前封闻有你 如今亲眼看到你 但是要透过一个苦难 那么大的苦难 才可以去见到神 就是很惨 就是我是不是真的 我的成长一定要 当然我 我真的 其实你问我 我都不想 因为这样才可以 亲眼看到你 事实上 如果我用回 刚刚所说的 哈巴谷的例子 事实上 他是 恩着过往的经验 恩着过往神的作为 而他再一次去体会到神 是掌管历史 所以他才说 我能够恩着主 喜乐 恩着可以去 尽能在高处 都是 提醒他这件事 他就不需要经历 他自己一个很大的苦难 我会这样讲 好像他在讲笑 但是我觉得 有很多人的生命当中 的体会 也是这样的 就是 不逼到你 最后一步 你真的不懂得去 回到神的身边去认识神 真不刺到又不知 但是我又提醒 那些弟兄姊妹 你不要逼神 要用这招 因为这招 你可能是受不了的 也应该有很多时候 都受不了的 所以早点学会这件事 早点学会这件事 就不要 要神要用到这招 逼到我们好像虐白 那样 然后才说 我才亲眼见到你 那其实 中国人有的说法 居安思危 在我安的时候 我怎样可以 早点好像你说的 我先醒觉 不要叫神 去到落重药 去到鞭打我 我才成长 其实我们基督徒 应该经常都有这一种 的 居安思危的情况 因为 人有软弱的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都经常提醒我自己 我亦都和身边的信徒讲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 我们说 熟灵生命上很健壮 我很倚靠神 我很信服神 但是你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 你人会有软弱的 会有跌倒 那种的情况 所以 我觉得 作为一个基督徒 经常都要考虑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或者甚至乎 我们见到身边的人 遇到苦难 甚至乎我们见到 在世界上出现苦难的时候 立刻去做一些 自省去问一些问题 如果我遇到这个问题 我会怎样呢 我会不会 其实我已经学习了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仍然去相信呢 我再强调 当我现在 安然无恙 只是见到世界 某个角落出现这种事 我会回答 神良我仍然依靠你 但是那件事一定 埋到身 刺到埋肉的时候 可能我仍然有软弱 都不定的 不过总是好 你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完全没有事 没有在一种 居安私危的状况之下 刚才你也提到《约百记》 我们没有谈到 在这么大的苦难之中 你不应该将那个 着眼点在奖品方面 但是在《约百记》 他那个最后的 他很多赏赐都是双配的 唯独是子女不能复生 这一点都保不回 这个遗憾院长 你怎么看呢 你始终的伤口已经在了 你很难医 你虽然说我仰望天上 我明天天可以再见 但是我怎样可以 在这一个 都是苦难来的 心理上的苦难 我怎样可以过呢 人是会尽量避免有遗憾的 但是有些遗憾是避免不到 意思就是说 在人生里面 总会经历到一些遗憾的事情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有很多说话 很想和某人说 我很想和他说 其实我宽恕了你的了 但是怎料 那个人就走了 即是连这句说话 你都说不了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而这个遗憾 是填补不了的 即是因为 那个人已经离开了 你真的连这句说话 都说不了 当然在心理学上 很多方法 你可能 烧了一张纸 说我对不起你了 类似的 很多方法 但是 我反而觉得更加重要 就是 神让我经历了这个遗憾 让我有什么提醒 可以继续向前去走 而减少这个遗憾再出现 言下之意之后 第二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我应该尽快去做这件事 所以坊间有时候 我们要去珍惜身边的人 去珍惜某些事 当我们面对着 一些这样的遗憾 这样的遗憾的时候 是提醒着我们 我们未来怎么可以做得好些 避免这个遗憾再出现过 刚才你们所谈谈到 很多都是个人要面对一些苦难 但远总你也有提到一件事 有很多时候 会是一个群体连带的一个苦难 我们其实某程度上 现在疫情都是很苦的 去到这些群体性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总会有很多人有很多声音 坊间也有很多人 说这个是神的管教 这个不是 神是我们到底的 他不会用瘟疫 去到搞到我们很惨的 去到这些位置 又很消耗的人 都真的不知道 如何去到群体性地面对 在群体里面 当然我们不可以控制到 每一个个体 如何去考虑 但是我会认为 在群体面对苦难的时候 只能够做 第一就是继续用圣经教导 去看一下 在圣经教导里面 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对一个信徒带来的好处 或者是积极面有些什么 就是要教导 当然各别的信徒 听完之后 可能仍然有很多埋怨都不定 但是我觉得 仍然要做的 第二就是 我觉得 教会或者群体都要学习 就是群体的苦难已经出现了 而暂时好像没有什么 眉目 看到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我就觉得只能够去安静等候 等候 等候那个苦难 或者还没见到有什么 属灵的教训 只能够继续等候神 当然这个牵涉到 刚刚所说过的 我们相信 神有祂自己的计划 有祂自己的方法 我们要相信 这些都是透过教导 来给弟兄姊妹知道 当然如果在群体里面 有个别的弟兄姊妹 是因着这个群体的苦难 而他自己 有一个低谷 这个就个别 要牧养和辅导 要提醒他们 就以今次的疫情 为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 虽然是一个群体的苦难 但是整体来说 对香港 我觉得是一个提醒 原来 我们过往 没有遇到困难 未封关的时候 各方面都很顺利 特别我们很多 靠旅游业的 他们可以做很多 但是现在突然之间 没有了外面的游客 来的时候 原来很多 所以有些人要想办法 如何去面对 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好处 或者教会 其实科技因此大幅提供 教会 教会当今次面对疫情的时候 都学晓了 怎样可以在网上面 原来不需要面对面 才能牧养到 虽然不是一个最好的牧养方式 但原来网上面 都可以做到牧养的 又或者聚会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其实都好像 给教会有个准备 就是不要以一个堂 一个堂子为中心 就是这次疫情 有很多的反思 就是原来教会 其实一直在一个危机里面 就是以堂子为中心 一旦没有了堂子 就是说你不能回去聚会 很多事情做不到 以事工为中心 就是说教会要做很多事情 如果不是 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但是当在疫情的时候 什么都做不到 教会突然之间好像瘫痪了 就是其实 对教会来说 也有很多反省的 所以变成有很多新的事情出现了 新的事情出现 比如说 我见到的 他自己组成了小组 自己有他的小团契 来给予此分享 并且在分享上都很认真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 一个集体的苦难 而带来的一些成果 但是面对集体的苦难的时候 刚才就说 你有一个新的目光 他会看到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这个是一个 一个credit 但是有没有那些事情一定不好做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都会听到 不要有八个三个朋友 是主席队友 有没有那些事情不做 你就可以把伤害减到最低 我想最直接 第一就是不要那么随便 说是神的管教 就是例如呢 不要那么随便去估计的原因 比如我提到的 管教和罪 不要那么随便去落一个定义 或者拿一个结论 这个是神的懲罰 是神的管教 或者说 这个是神恩着我们的罪的懲罰 都很无反性 是的 就是千万不要 因为事实上 我正如我所说的 真的有可能是一个的 是一个的奥秘 就是 你说事后去说 原来是神值 做一个管教 我觉得是OK的 整个苦难过了之后 你说是神的管教 但是在一个苦难 发生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不要那么轻易 去做一个结论 是什么原因 因为任何的原因 我觉得会带来 另外一个伤害或者苦难的 有没有具体的举例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若白的三个朋友 就似乎说一定是罪 所以导致若白是这样的 所以若白其实是一种更加大的苦难 连一些这么近身的朋友 都对他一种这样的理解 就是说 你一定是得罪了神 但是当你一说到是罪 是罪引致的时候 如果是特别是集体的苦难 一定是想抽那个人出来的 究竟哪个人犯罪 他记起若拿事件是这样的 若拿事件在大海里面 究竟为什么会令到那个船 遇到大风浪 当时若拿自己自认 如果不是一定会抽个人出来 逐多的 你想想如果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时候 如果这个苦难是来自神的 对我们罪的惩罚 我们就想是否主任牧师 是否执事会 是否那个人 就变成教会就更加大乱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可能大家还记得 南亚海啸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地方 很多人失去了生命 很惨的 而那些地方 多数都是一些异教的地方 一些其他宗教信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时很多人就说 这个是神对那些拜偶像的人的惩罚 那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外面 说得不好听 不敢认自己的基督徒 因为他被人骂 你现在落井下石 你现在是幸灾乐和等等 这个要小心说 第一我们真的不敢肯定 是不是神的惩罚 纵然真的是神的惩罚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就再说 真是神要惩罚你们 因为你们是一帮 就是义教徒 你们是一帮不相信神的人 这样的时候 你想想你身边的家人 他是不相信神的 你跟着这样说的时候 就是说我任何遇到 什么不妥当的事 都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 是有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就不要在那个时候再加 再加剧 阮长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些 关于坚忍等候的一些智慧 或者操练 因为刚才你都多次强调 面对苦难的时候 等候不要出声 忍那一刻 但是很难忍 在灵修学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操练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操练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坚忍的操练 那个坚忍操练是怎么样呢 就是 它当然是逐步逐步来 就是做一些你平时你不肯做的事 背后其实有道理 那道理就是 其实一件事的发生 我们做与不做 其实是有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我有一个需要 然后呢 有一件呢 我们叫做认对的事物 是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那个满足的需要呢 就是我举个例子 譬如我现在口渴 我口渴 但是我前面有一杯水 我就喝了 那我喝这杯水 这个呢 我们一般称为 叫做顺应的意志 顺应的意志 就是说呢 我是随着我的需要而做的 但是譬如说 我现在口渴 在我面前 有一个苦的茶 我是完全不喝苦茶的 那我要喝的时候 我就要作出忍耐了 但是我就忍耐了 这个叫逆转的意志 逆转的意志是一种真正的意志来的 学习容忍等候呢 其实就是操练的意志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 我是平时不会做的 但是我刻意去做 那这种其实是一种忍耐的 或者说我刻意 或者那样东西 平时我很自然会做的 但是我现在刻意不去做 这些全部都是一种 这是一种忍耐的意志 当然由最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 我那样东西 不做不行 我就特意不做 那样东西 我是平时不喜欢做 但是我现在刻意去学习去做 那这些都是一些 就是能够学习忍耐的操练 慢慢就会发觉自己得 是的 你发觉 你可以靠着主 是加强了 很多时候 我们不应该靠人的能力 但是 在我们去做某些东西的时候 的确是要 在运用我们的能力 比如说 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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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靠神 帮助我们增强意志力 而在忍耐和等候里面 意志力 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或者在爱一些 你很难爱的人 那方面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训练 令到你容易一些 令到你生命的 韩度更加强 是的 到最后麻烦院长 我们 怎样面对苦难 祈祷 因为这个苦难 都迟了很久 好 天父上帝 我们都承认 人面对苦难 是一件很真实的事 特别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耶稣都讲过 世界会恨我们 因此我们会更加容易 去面对到不同的苦难 主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这么快去埋怨 而是我们学习 去看回神你过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成就的作为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动过的歧视 以至到 我们能够仍然去相信你 在我们面对的苦难当中 有你自己的心意 还有会有你自己的工作 这个是 我们会学习 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主要有求你 教导我们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操练 那个忍来的功夫 一些我们 不是很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都学习 尝试去做 慢慢加强 我们那种忍来的能力 以至到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都有足够从神而来的力量 我们懂得如何等候和忍来 主求你帮助我们 又加我们的力量 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的名求 阿们 如果你有信仰危机相关话题 想和我交流 欢迎你 Add我 因石鑽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和IG 亦都欢迎你 订阅我们 Soul Radio 和Soul Podcast YouTube频道 现在都有了 你订阅之后 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听我们最新的节目 连结放在简介里 滴去看看 下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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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key BI 心盼将多好负在临 仍然爱主到末后 神尚在我心只想更着你 我想只想更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